美国财政部长耶伦4月5日表示 他正与20国集团国家合作 商定全球企业最低税率 以结束为期30年的企业税主体竞争 自2017年特朗普税改将企业税率 从35%大幅下调至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的21%以来 多国纷纷降低税率来吸引跨国企业 耶伦称 全球最低企业税可以确保更公平的竞争环境 有助于刺激创新增长和繁荣 重要的是要确保政府拥有稳定的税收体系 以增加必要公共产品的收入并应对危机 并使所有公民公平地承担为政府筹集资金的负担 耶伦表示 他还将利用本周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和世界银行年度会议的机会 推进有关气候变化的讨论 改善新冠疫苗的可获得性 并鼓励各国支持强劲的全球复苏 5日 美联社与NNRC公共事务研究中心 公布最新联合民调结果指出 多数美国民众并不认同 拜登总统对于美墨边境爆发移民危机 及枪支管控的处理方式 统计结果显示 56%受访者不满意拜登的移民政策表现 55%受访者不满意目前美墨边境的状况 这两个项目是拜登在这份调查中得分最低的 另外 枪支管制问题 联邦政府赤字问题 对拜登感到不满意的受访民众 也超过感到满意的民众 疫情因应是拜登获得民众肯定的领域 统计显示 73%受访者认同拜登政府的疫情处理 另外 60%受访者赞成拜登政府的经济政策 对于拜登上台以来的整体表现而言 这项调查显示 施政满意度有61% 不满意度则有38% 加州参议员斯金纳前不久提出的SB82号法案 将不涉及重伤 为使用致命武器的抢劫重罪 降为盗窃轻罪 州参议院拨款委员会5日表决 使法案进入暂停搁置状态 华部社区不少人强烈反对SB82号法案 担心会纵容犯罪 让罪犯不付任何代价 早前的记者会上 加州多个地检官表示 抢劫重罪变成盗窃轻罪后 轻罪案件将被放到改过资新法院处理 嫌犯可能甚至不用做一天牢 就会被放回街头继续作恶 平等公益协会 无论华部商会 加州反毒联盟和加州灭罪同盟 当天发布的联合声明说 通常当议员们再次审查所有的法案时 被搁置的法案会有机会回来 时间是5月下旬 提醒大家保持警惕性 并呼吁写信给拨款委员会反对法案 防止委员会会继续讨论法案 让其起死回生 据朝鲜体育网站6日报道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形势依然严峻 朝鲜决定不参加东京奥运会 对此 东京奥组委与国际奥委会等 正合作抓紧收集相关信息 与各国和地区奥委会展开协调的相关人士称 未听说任何消息 事出意外 表示震惊 刚刚结束的中国清明小长假 以李宁 安踏为代表的国产鞋价格 遭爆炒的话题 在网络上刷屏 一度登上微博热搜 一款发售价为 1499元人民币的 李宁韦德之道四银百款 售价高达48889元 涨幅达31倍 随着舆论发酵 新华社 人民网 央视 光明日报等六家央媒陆续发声 斥责炒协行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